Preview是一个大型的背糖尿病临床研究 餐移的人有2224人 平均体重是100公斤 他们在8个星期里面用800卡一天 就是我们的Canbridge Step 1 每天吃4包的Canbridge加上喝水 就能够减到10公斤 那么Preview整个研究的结果 证明它可以reverse背糖尿病 它可以降三高到零风险 它可以减重10公斤 可以减两个Size 同时可以消炎 比如说我们还没有用Canbridge Step 1之前 会有酸痛疼痛的地方 用完了Step 1之后 这个酸痛疼痛都会消失 这证明说我们的Canbridge Program 是可以帮助我们做消炎的效果的 那么还有就是它也列下了所有的修复反应 因为Canbridge Step 1的时候 是有自觉修复的功能 所以在修复的过程中 都会有看到各种的修复反应 所以我们是可以很放心的 用Canbridge来帮我们回复我们的健康的 上个星期三我们已经了解了 preview part 星期用Canbridge part 每天就是Canbridge Step 1 每天用四般的Canbridge 就可以逆转背糖尿病 就可以stop这个糖尿病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来了解 那么after这个八周的 这个Canbridge part 那么三高会消失 那么停止心脏病 还有中风还有各类的肥胖病症的证据 preview的详细的临床研究报告 大家可以上网去download 这个2018年preview的report 这个就是完整的 preview的临床研究报告 所以它是由欧盟医研基金主办 Canbridge只是提供Canbridge产品 给这些preview的被糖尿病患者 喝八个星期 让他们减重10公斤 所以我们Canbridge是完全中立的 没有干涉他们的研究的结果 所以他们整个研究是在欧洲六国 与Australia跟New Zealand一起进行的 review的简单的report 可以在我们的Canbridge Handbook里面 看到这个简单的报告 那么有兴趣可以参考一下 肥胖的人大部分会变成糖尿病 那糖尿病有两个危机 如果是我们让我们血糖过低的话 晕倒没有人救可能会立刻死亡 那如果是血糖一直高没有控制的好 那么它会慢慢折磨到我们死 那么为什么这样讲呢 是因为这个糖尿病 它有很多并发症 比如说微细血管病变 眼睛它会破坏眼睛的维细血管 让眼睛慢慢变模糊变萌 同时变盲掉了 那它会破坏我们的神经系统 神经的这个系统 而使得我们得到神经病变 没有知觉 没有知觉没有反应 那还有就是说 糖尿病的人大部分到最后期 都需要洗肾 因为肾里面已经给这个糖破坏掉了 所以都要去洗肾 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个病变 那么如果是它是弄到我们的大血管病变 就会弄到我们脑部 就变成了脑中风 或者脑是海默症 如果是大血管是病变在我们的心脏 就变成心脏病 如果是病变在我们的肝脏 就肝脏病 这样肺就肺脏病了 那如果再下来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下肢 那么小的血管会在我们脚角落这边 那如果是大一点的血管 它会病变在我们整个腿 所以有些糖尿病人到最后是要截肢 它要截到上面这边来 就是因为它破坏了它的大血管的病变 所以我们的preview 就已经很明显告诉我们 用了这个CAMRISE8个星期之后 就能够reverse这个血糖 让我们不会变成我们的糖尿病 同时也不用再面对糖尿病 所有的慢性病发症 如以下这些症状 今天要分享的就是preview 背糖尿病的这个磷酸研究 有2224人参与这个研究 那么平均体重是100公斤 那么用了8个星期的800卡 这个CAMRISE1 就是每天喝4包的CAMRISE 那就能够剪10公斤左右 那么当这群人减了10公斤之后 他在preview的research 里面能够除4包 除什么呢 除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血脂 高血糖 来避 同时来逆转心脏病 中风 糖尿病 即肥胖 各种慢性病等等 那么根据我们了解呢 就是呢 如果我们让身体的高血压 高胆固醇 高血脂 或者高血糖 放任不理的话呢 未来会变成80% 就是80%的人 会变成脑中风 那么90%的人会脑溢血 就是脑促血 那么60%的人会有心脏病 那么同时呢 会有大部分的人会变成糖尿病 那同时呢 将来也会影响这个肾脏的问题 要洗肾 所以下来的这个报告呢 就是能够让大家更加了解 除四高的那个 我们CAMBRIDGE人 除四高的那个能力在哪里 一般我们有高血药 高胆固醇 高血脂 在我们的脸上 这个眼睛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眼睛的眼头这个部分 有些人会看到黄色的柳 这个黄色柳是什么呢 就证明说你的身体的 已经有高血脂跟高胆固醇的问题了 那如果是有一些老年 老年人 你就看到他的眼睛 这眼珠的外面有一层白白的圈 这个白白的圈叫做老人环 就是证明说你的这个动脉 已经有硬化 还有胆固醇过高的这个问题了 所以再加上如果是颈尖都很僵硬呢 就代表说我们的这个动脉 动脉阻塞跟硬化的表现 是越来越严重了 要预防这个心血管阻塞 而变成心脏病呢 我们都可以观察我们的鼻子 还有耳隧上出现的痕纹 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鼻梁上 我们看到这些痕纹 这痕纹如果是多条更深的话 是代表说我们的这个心脏 血管阻塞的比较严重一点 那如果是在看我们的这个耳垂 耳垂这一条痕纹 越深或者越长 代表的心脏血管阻塞是越严重的 那么再包括加上我们的耳朵 本来是柔软的嘛 变成越硬呢 代表我们的这个动脉硬化的现象 会比较严重了 所以有这两个迹象呢 就是应该要去检查一下 我们的心脏血管的问题有没有阻塞 如果有阻塞的话 尽早做一个处理 那如果是有阻塞 可以用我们Campridge来减重 也能够帮助我们 把这个心血管的阻塞给 给减下来 让我们得到更安全的一个阶段 要预防脑中风呢 我们可以注意看我们的太阳穴 我们的额头就是太阳穴 太阳穴 我们的额头 额头这部分有没有轻轻突出 如果是实际上看到这个额头 还有太阳穴有很多轻轻突出呢 就代表说我们会头痛 或者是会有中风的迹象了 所以再加上肩膀僵硬也是动脉硬化 还有这个阻塞的一个现象 必须要小心预防中风了 了解高血压 高血脂对我们的伤害是什么呢 高血压呢 它会伤害心脏 它会伤害我们的眼睛 它会伤害我们的脑部 同时会伤害我们的肾脏 当然也会伤害我们的血管 那么你看 当我们血管通畅的时候 我们的血压在正常是120到80 如果我们的血管已经有阻塞了 因为旁边有党过程阻塞了 弄它窄了 那么我们的血管窄之后 我们的血压就会到120到130 是80了 这个叫做Prehypertension 那这真正的高血压呢 是超过140到90 你看当我们的血管窄了之后 因为旁边有很多 这个党过程后的脂肪阻塞 弄窄了这个血管之后 我们的血压就会变成140以上 到90以上了 所以要处理这个血压膏呢 唯一的方式呢 是将旁边的这些脂肪 给燃烧掉 让我们的血管有机会 回复正常的这个宽度 就能够解决我们血压膏的问题了 我们知道啊 热量过多就是慢性中毒啊 脂肪过多就是慢性自杀 你看啊 当我们的这个心脏啊 翻这个血出来的时候 如果是我们有太多的脂肪啊 所以它的那个血管阻塞了嘛 所以就会变成血压膏嘛 那这个血压的冲力啊 就会破坏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血管啊 还有刚才讲的我们的肾脏啊 我们的心脏啊 我们的眼睛啊 还有我们的脑部啊 所以这个是通胀的血管嘛 所以它没有这个压力 所以它不损伤我们血管 即心脏咯 那么心脏长期在这种压力损伤 包括血管损伤之下呢 那我们的心脏啊 会变成肥大 这是正常的心脏啊 因为长期这样 这样泵这个血啊 要很大力去泵血啊 那心脏慢慢就会变成肥大 肥大就是慢慢变没有力了 所以变成本来健康的心脏 如果没有得到心脏病 也会变成了这个心脏随大 让我们变成心脏衰老 无力的那个问题 那么也会造成我们身体 有很多很多其他的问题了 当血管阻塞的时候呢 就是胆固醇阻塞 或者脂肪阻塞的时候呢 它会引起高血压嘛 因为宅了会引起高血压嘛 就会引发各种病痛嘛 比如说我们脑 如果血管阻塞在脑就变成脑中风嘛 血管阻塞在我们的这个 眼睛叫做我们的眼视力衰退嘛 阻塞在我们的心脏 就是心脏病嘛 阻塞如果是让我们心脏 因为血压的关系 而脑的没有力 就是心力衰卸嘛 就是心脏 心脏变回大了嘛 那如果是阻塞 这些压力跟阻塞是在我们的肾呢 就变成肾病嘛 阻塞在我们的这个性器官呢 叫做性功能障碍嘛 所以这个血管阻塞引起的血压 血压呢 会引起各种这种慢性病 一般上当我们有高血压 高胆固醇高血脂 医生就可能会这样让我们终身吃药了嘛 或者我们有第二个选择 就选择cambridge来减重 让我们能够不用吃药 那么高血压 降高血压的药呢 一般上的副作用是什么呢 头晕头痛啦 便秘啦 腹泻啦 咳嗽啦 还有这个感觉到很疲累啦 那么紧张啦 还有这个恶心啊 嘔吐 这些都是 是降高血压药的这个sive effect 那么降这个党固醇药的sive effect 什么呢 最大的问题是肌肉酸痛啦 肌肉无力啦 还有腹泻 便秘 恶心啊 胃抽筋啦 嘔吐啦 头痛啊 头阴啊 睡意啦 疲劳啦 睡眠问题 包括皮肤上的烧痒 皮肤促成 潮红的问题 所以呢 有些医生呢 把这个statin 就是这样的 当过程的药 当作是维他命s 那么现在有很多的这个 research 已经证明说 当我们减下这个党固醇 党固醇之后呢 他不一定可以帮我们 预防到我们的心脏病 或者中风的问题 Cambridge Weight Plant 是有Ocean of Research 那证明说 我们Cambridge Weight Plant 是有STK的Value STK就是Scientific Proven 就是我们用科学来证明 我们的产品是有疗效的 有治疗效果的 那么同时呢 也是安全的 当我们的这个产品呢 所有的临床研究呢 都证明说 喝Cambridge 减15公斤之后呢 就可以逆转五高 以及各种肥胖的病化症的问题 原本需吃一辈子的药 现在可以停药 或者可以减药量 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品质 这么多年来 我们用Cambridge食疗 来帮助我们很多很多的人 终止防药病 即新陈代谢症 就是包括党固醇高 或者是三酸肝油脂高 那么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research 都指向 减15公斤 就可以中止 二型糖尿病 骨关节炎 这个高党固醇 高血压 皮肤血 牛皮血 还有肝脂肪 PCOS 心脏病 中风之类的 那么一般上 这些已经在吃药的 这个病患 有这种病症的人 吃药他减了15公斤之后 医生都会帮他停药 或者帮他减药 减药的种类 或者减药的量 就是减分量 所以当我们用Cambridge 减15公斤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终身吃药了 Cambridge的成功是因为 我们有一个成功的配方 这个配方 当我们用Cambridge Step 1 这个营养断食排骨 就能达到 导建制衣的效果 当我们每天吃三包 这就是600卡 吃四包就800卡 就能够提供我们 什么呢 调整我们的葡萄糖浓度 适度的低 调整我们的胰岛素浓度 适度的低 调整我们的蛋白质 浓度适度的低 这样就能够安全 启动我们的 自觉跟蓝指的功能 包括我们产品里面 有足够的 维他命矿物质 且营养齐全 来达到 这个保健制衣的效果 如果这个配方里面 没有足够的 甲或切甲的话 它会让我们心脏麻痹 心绪 如果是说切钠的话 就会让我们的肌肉抽筋 如果是切维他命V群 就会让我们面对消化不良 累 还有情绪不稳定的问题 所以很多人在康康 开始用我们 Cambridge Step 1 钻石台读的时候 就会担心说 到底这个钻石法 会饿死我 还是恶活我 我可以跟你讲 当你用Step 1的时候 你就是用Cambridge 来恶活你 让你越活越精彩 越活越健康 越活越有活力 Cambridge 成功配方 是应用了Cambridge Step 1 安全的启动自觉功能 即拦止功能 当我们在preview 8个星期 用Step 1 Cambridge Step 1 800卡 一天 那么就能够看到 营养钻石台读的效果 那就到这个时候 我们身体就是处在 燃烧脂肪的阶段 那么我们身体开始 应用Ketone 来给我们有Energy 来应用 这时候呢 因为在燃烧脂肪 所以它能清除 我们体内的三高 就是高胆固 唇高脂肪 高血压 再加上能够清除 我们的内脏脂肪 再加上能够清除 我们的皮下脂肪 所以这样的一个 清除脂肪的功能 才能够让我们在 两个月 就是8个星期后 减到10.7kg 同时也减了两个size 那么在燃烧脂肪的过程中 同时呢 它也启动了 这个自觉系统 自觉系统的好处就是说 它能够通过我们的 用媒体去消化掉 我们所有的受损了的细胞 或者是消磨了的组织 那么它包括 食物的颗粒 细菌 病毒 还有其他的垃圾 清除这些老旧细胞 老旧毒素 跟老旧废物 来给我们 能够达到 致疫的效果 所以呢 你们会看到有一些 修复反应 就是因为在清除这些 老旧细胞的时候呢 的一种清洁反应 这是Preview 里面的Full Report 里面的这个Table 1 和Table 2 然后我下来要分享的是 用它全部的人的这个 Before 全部人做了八个星期的 Step 1之后 The After的效果 再加上 Table 2 它就会明显的告诉我们 它总共减了多少 或者它结果是怎么样 所以我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这一个 Table 1 和Table 2 的总结果 那如果是大家要去 download 这个Full Research 你可以上我们的 Neturu网站 从这里 就可以得到 这个Full Research 我们先来看看 Preview的 临床研究的 体重 跟体 size 改善 那么他们 他们的平均年龄 是51.6 我们平均把它放成52岁 那么他们的平均的 这个重量是100公斤 他们也是被糖尿病患者 那么他们用Camry Step 1 8个星期之后 可以减10公斤 那么这个是详细的 体重 从100.1公斤 减到88.9 等于说在这个8个星期 它是减了10.7公斤 那么Percent 是10.8% 因为我们是要求减10个Percent 它的这个体重 才能够有制衣的功能 然后BMI 是减了4 那么腰围 腰围是减9.6cm 那么电围 是减7.1cm 这两个减法 就已经可以给它减了两个size 那么五脂物质 就是水啊肌肉啊还有骨质啊 完全没有流失到 因为它只减了2.74 大部分是水啊 然后之后呢 脂肪呢 总共减了7.8 10.7公斤 它有7.8公斤 是脂肪了 那还有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3.9% 就是以Percentage来计算呢 它是减了它的身体的3.9% 脂肪被减掉了 那么一般上我们看呢 它体重减5公斤 腰围跟电围呢 减3cm 就等于一个size 所以这两个加起来 就等于说 证明它在这期间 8个星期的这个step 1 就能够减到两个size 在Preview的临床研究中 看到鞋子跟鞋挡固存 改善到0风险的一个阶段 所以总挡固存呢 减到0.93 那么回到4.3 正常的这个指数了 那么坏挡固存LDL 坏挡固存减了0.60 回到2.6 是正常的这个指数了 那么好挡固存HDL 减0.12很少而已 那么保持在很好的这个状况里面 正常健康的状况里面 那么在三酸甘油脂呢 减到0.40 就是回复到1.1 很正常的这个三酸甘油 所以总额来讲 就是总挡固存的LDL 坏挡固存 HDR好挡固存 那么血脂呢 都100%回复正常 所以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呢 回复0风险的一个状态里面 从Preview的血压跟心跳力的改善呢 就可以看到我们心脏血管病呢 回复了0风险的阶段 那么收缩压呢 是减了7.5 回到122 那么舒张压呢 减了3.5 回到75 这两个指数呢 就证明说血压已经回复正常了 那么就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Pulse Pressure 就是脉压差 减了4 那么回到47 那么就等于说 它原本开始的时候是50.9 就接近60 超过60 就是主动脉硬化的迹象了 所以减了低一点 就是主动脉会减少硬化了 那么这个MAP 就是脉动脉压 减了5.2 减了5.2 就回到94.7 那么原本它是99.5 就是最高的了 正常是70到100 它已经到了最高的境界了 这种动脉压膏呢 就是代表说 我们血管里面的血淋块会多了 那么心脏呢 肾脏呢 还有各器官的动血压膏呢 会损伤这些器官 那减低这个动脉压呢 就能够让血淋块变少了 减少一点 那么心脏呢 我们的肾脏还有各器官的动血 要降低下来呢 会减少我们的气脏的这个损伤了 那么再下来就看到我们的心跳率了 减了5.4 回到65.8 心跳回复正常呢 我们的健康比较正常一点 如果心跳它原本是71.3 心跳稍微快了一点 那心跳快的呢 长期保持快的话 会让心脏受损 所以心脏会没有这么健康 所以从这个 preview的8个星期的800卡的这个 program里面呢 你会看到所有的血压 还有这个心脏呢 血管呢 气管损伤呢 都回复了完全完全回复了正常 在preview 8个星期的step 1 campus step 1 800卡的这个 program中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身体在消炎 同时肝在排毒的一个状态 所以在C creative protein 就是C反应蛋白呢 减了0.89 所以回到4.4 少过5就是正常 然后就等于说身体有在消炎 那么让身体无痠痛 还有没有疼痛的那个 消炎没有疼痛的效果了 那开始的时候它是超过5 超过5至5.4 所以它是身体有稍微发炎 那么身体有稍微的这个痠痛 还有疼痛的一个反应了 那么下一个我们要看的是ALT ALT是看我们肝脏是否有发炎 在这段时间里面 因为我们的这个program 可以燃烧肝脏里面的脂肪 所以暂时会看到肝在排毒 有修复的反应 所以加了7.6 所以从27.9 升到35.7 就是等于说证明肝有在燃烧脂肪在排毒了 那么在下一个我们看到ASD ASD就是看肝是否有损伤 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 这个肝因为肝在排毒 所以它稍微升了一个指数 就等于说它是维持着原本的状态 也就是肝没有损伤 只是肝在排毒的一个状态里面 所以从这三个指数 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CAMBRIDGE 就是Preview里面的Step 1 八百卡八个星期之后 我们身体有在做消炎的作用 那么肝脂肪在燃烧 清理了这个脂溶性的毒素 同时呢也启动了我们治愈功能 来具备我们的这个修复反应 跟治愈的功能 在Preview的临床研究中看到股脂完全没有流逝的 那么在股矿物质含量呢 只是少了45.3g而已 因为我们体重减了10.7g 这个股脂只减了45.3g 是非常非常少的分量 所以从2870g 减到2570g 是正常的 那么再看到股密度呢 股密度就是说它只减到0.004g 那么就是原本开始是1.3g 那么这个完了八个星期之后呢 也是1.3g 就证明说股密度没有流逝到 股密度呢就是这样 如果我们骨头里面有密度的话 我们就股脂健康 如果是股脂有流逝的话呢 就是变成股头啊 会变成很酥很脆 所以变成股脂疏松症 所以你看这整个报告里面 就可以看到我们经过八个星期 八个星期的这个step 1 完全没有股脂完全没有流逝到 保持健康的股脂哦 在preview这个临床研究中呢 也看到我们chemist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低放弃力了 你看要2224人啊 那么去参与这个临床研究呢 有90%的人完成了 就是2020人完成了 这就是证明说我们的program 是可以给很多人接受 很多人愿意坚持 坚持这个program的 因为你要想啊 我们要让一个人 在八星期里面不吃东西 只喝Cambridge 每天喝四包的Cambridge 跟喝水啊 坚持 8个星期是不容易的 但是这里呢 有90%的人是坚持到的 而且完成到的 那是因为呢 我们Cambridge呢 它是安全的 因为他们知道 我们有很多research 它证明它是安全的 第二它是很美味的 它有多口味可以选择 第三它很方便 它可以 每天喝四包加水就好了 不用做别的东西 也不用添加什么东西 那么第四呢 一周啊 他们可以看到它减1.5kg的脂肪 这是非常激励 那是要减重的人啊 第五呢 它比吃食物的时候更健康 更舒服的感觉 因为这个时候呢 我们身体已经在用Ketone了 Ketone是我们身体或者脑 用最干净的能源 所以我们会更精神 更舒服 更加的感觉到喜悦感了 所以变成这个因素呢 Cambridge有这个好处呢 使到这些参与的2000多人呢 都能够有90%的人坚持到完成这整个program 大家可以在这个Research Table 3里面 看到所有的Averse Effect 这个Averse Effect 就是我们已知道的Cambridge Step 1 自觉修复反应 Professor Tony讲的 这个反应比吃药的Side Effect更加少了 那么我们一般上 我们用Cambridge Step 1 做营养断食的时候呢 就会启动我们的自觉功能 自觉功能呢 就让我们有看到这个自觉修复的反应 这是很正常的 大家别担心哦 Preview的临床研究里面 也列下所有的自觉修复反应 我们所有的Cambridge的这个临床研究 都有列下所有的修复反应 给大家去了解 去知道 去放心的应用我们的Cambridge 那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看到便秘 只有7.6%的人 那么这个腹瀉 只有1.5%的人 那么其他肠胃大 比如说有些人 肠胃原本不舒服的 就会有恶心 疼痛 肠胃上风 或者嘔吐 3.8%的人 那么有些人有流感 或者当时有一点上风 5.4%的人有这种经历 那么有0.4%的人有喉咙痛 2.2%的人会有头阴 3.3%的人会有头痛跟铁头痛 5.5%的人会有肌肉无力 感觉到疼痛 因为暂时没有吃高糖的东西 所以有些人就会有这种反应 有0.4%的人会有过敏反应 有0.9%的人会有破坏 有0.7%的人都有月经变化 比如说月经早来 月经迟来 或者平经一两个月 或者三个月 那么有3.3%的人会有感染症 比如说身疮排毒 我们经常都看到很多 在吃Camprix 搜索的时候 都有身疮排毒的现象 这个是暂时性的很正常的 有1%的人有皮肤干燥 湿疹 烧痒等的皮肤问题 那么有0.3%的人会有经历到痛风发作 那么有7.9%的人会有其他其他的反应 只要身体有一些部分是有发烟 或者有损伤的地方 都会有在这段时间都会有自觉 修复反应出现 那么就总共有43.2%的人 经历过1-4个星期的短期 自觉修复反应 那就是短期的排毒修复反应 所以after这个短期的修复反应之后 身体就已经变成更好更健康了 总结preview这个被糖尿病的这个临床研究 它肯定可以reverse被糖尿病 肯定可以降三高 肯定可以减重10公斤以上 肯定可以减两个size 肯定能够消烟 肯定能够修复我们身体的这个损伤 给我们达到质疑的效果 所以当我们用这个CAMBRIDGE 每天用八百卡 就是四包CAMBRIDGE 加上喝水八个星期 肯定可以reverse很多 我们所看到的肥胖慢性病动 CAMBRIDGE的配方 确定能够帮助我们做这个营养钻石 帮我们得到这个减重的效果 同时也能够成功的帮我们 启动自觉的效果 来帮我们做到自意的功能 所以除了这个成功的配方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非常好的价值 就是我们做one to one support 就是我们的这个consultant 可以给您一对意的这个consultation 一对意的这个鼓励 一对意的支持 以协助你完成你的这个减重的目标 或者是启动自觉达到自意的目标 CAMBRIDGE 确保你三天 用CAMBRIDGE三天可以剪头浪 用CAMBRIDGE两个星期 能够剪一个size 用CAMBRIDGE一个星期 就可以剪一到三个公斤 好像我们这个DR SUJITA 他就是剪了20公斤 从before到现在他剪了20公斤 是非常容易和非常轻松的剪到20公斤的 所有的CAMBRIDGE的research 包括preview 包括所有的OA OSA的research 所有的参与者 都是用CAMBRIDGE Step 1 800卡路里 来进行他们的这个reverse 他们的病痛的 所以这个Step 1 是CAMBRIDGE Step 1 爆牌卡 是证明有效的减重 就是每天喝三餐 或者四餐的CAMBRIDGE 加上喝水 是最有效的减重 同时减size 同时reverse 我们的病痛 的一个最好的program CAMBRIDGE 可以帮我们减10kg到100kg 如果你的需要 如果你的要求是10kg 肯定CAMBRIDGE 可以做到 甚至可以做到45kg 或者是100kg 我们这30多年 在市场上全世界 很多个案 证明说CAMBRIDGE 可以减到92kg 100kg 甚至150kg 所以马来西亚 一般我们减10-30kg 为多 那么度非常非常有效 而且非常安全 如果没有CAMBRIDGE 的话 有一些人 他们需要等到 重到45kg 之后 才找医生做减肥手术 尤其在英国 他们等到重到45kg 才有这个条件去做减肥手术 但是现在用CAMBRIDGE 之后 你可以选择 用CAMBRIDGE 完全可以安全的帮助 你减45kg 或者减到100kg 都没有问题的 CAMBRIDGE 不只是能帮我们减10kg 到100kg以上 它最要紧的是能够帮我们 赢回我们的自信 尊严快乐 健康 还有年轻与漂亮 你看 before and after 肯定是after 比较漂亮年轻 还帮助我们 能够梦想成真 这才是用CAMBRIDGE 最大的意义 这么多年来 我们用CAMBRIDGE 食疗 来帮助我们 很多人 终止糖尿病 即新陈代谢症 包括长度唇膏 或者山酸肝 油脂膏 那么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研究都指向 减15kg 就可以终止 二型糖尿病 骨关节炎 高胆固醇 高血压 皮肤症 牛皮症 还有肝脂肪 PCOS 心脏病 中风之类的 那么一般上 这些已经在吃药的病患 有这种病症的人 吃药他减了15kg之后 医生都会帮他停药 或者帮他减药 减药的种类 或者减药的量 就是分量 所以当我们用CAMBRIDGE 减15kg 就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 就可以帮助我们 避免终身吃药了 在Preview的被糖尿病临床研究 减了10kg之后 他们在跟进3年 这群人3年的维持体重的效果 证明说每天带一餐 或者两餐 就是每天喝一餐 或者两餐 就是一餐一包 或者两包的CAMBRIDGE 是有效的维持体重 最简单最好的方法 在马来西亚 如果那些人比较饿 会感觉到比较快饿 我们都会加这个Light Spark 就是每天在CAMBRIDGE 加1茶匙 或者是2茶匙的Light Spark 让他感觉到不饿 那么比较舒服一点 那么如果那些人 是有这个硬脂肪 很容易累积硬脂肪 我们就会跟他添加C-Light 如果这些人 是有这个荷尔蒙不平衡的话 我们就会让他吃Bola-G 来改善他的荷尔蒙变化的问题了 当我们在用CAMBRIDGE Step 3 Step 4 Step 5 在减重或者在维持体重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餐盘的分量 可以用这个根植食疗的餐盘 一半是蔬菜 一半盘是蔬菜 四分之一是全骨类 四分之一是蛋白质 吃的这个程序呢 优先程序是先吃蛋白质 先吃这个蛋白质 吃了之后呢 吃菜 如果有脂肪类 就吃脂肪类 然后就吃菜 吃了菜才吃这个淀粉类 如果有吃水果的话 就是吃了淀粉类 才吃水果 水果呢算在淀粉类 这个 portion 里面 比如说现在我要吃一粒苹果 那我就要减半 我的这个饭 就是我的全骨类要减半 这样的 portion 最适合这个要减重 还有维持体重的人的这个分量 然后每天要喝2.5L的水 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体重乘33 就知道以你的体重 你现在每一天需要多少 喝多少CC的水 喝水对我们的保持健康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一定要注重啊 所以一定要注重啊 一个盘子分四分一 四分一是全骨类 四分一是蛋白质 四分一是蔬菜 四分一是水果 那如果你想要维持 体重维持好一点呢 水果就要减少一点了 那么就可以帮助你维持到健康 跟维持到体重了 那水也是一样 要喝2.5L 或者是以体重来乘33 就知道你的每天所需要的水的分量 那么也要注意到要吃健康的食油 吃的油要吃好的油 用Netro非药物疗法来排毒 抗发炎来避病痛呢 第一个产品非常有效的排毒 排毒跟抗发炎的是HO HO能够排自由基 排酸毒还可以灭咽 可以让我们全身马上止痛的效果 第二个我们能排毒的 就是我们的HDD HDD它有排韩式毒 可以排韩式毒 疏通我们的经络 包括做肌部的止痛功能 是非常有效的 第三个产品是Cambridge Cambridge只要你用到Step1或Step2 它就会启动这个自觉系统 来帮助我们排除老旧细胞 老旧废物 还有补充齐全营养给我们的身体 来保健 那第四个产品非常有效的 排毒跟抗发炎呢 是LySpark LySpark能够排除我们血液里面的垃圾 补我们神经线的细胞 还有保护我们的五脏六腑的功能 能够恢复正常的操作 所以只要我们也坚持的用这四个产品 就能够达到这个非药物疗法的效果 能帮我们排毒 能帮我们看化验 同时能够帮助我们避免所有的病痛 下个星期三5月20号8点半到9点 还是JN来跟你们分享Direct 二型糖尿病 这个Direct 二型糖尿病 那么在这个research里面 是用Cambridge 来帮助二型糖尿病 来reverse他们的糖尿病 36个人有31个人有效 同时呢 这个research 也刊登在The Lancet 这个刊物里面 这个是一个权威性极高的医学刊物 所以请大家下个星期再回来 听取Direct的临床研究报告 下个星期三5月20号 除了JN分享Direct 早期糖尿病的临床研究之外 那么我们的Vincent 也会跟大家分享 Cambridge Step 1的用法 因为Cambridge Step 1 是适合什么呢 五高的人 被糖尿病 还有没有再吃药者的 这群人是可以 安全的用Cambridge Step 1的 那么就是 在整个这个 他的题目里面 会有个Face分享 同时也会分享 Cambridge Step 1的用法和效果 还有它的好转反应 因为Cambridge Step 1 它有自觉的功能 所以它一定有好转反应的 你要怎样去应付 还有停止 哪些人可以用 哪些人不可以用 要知道 那么还有呢 他也会跟你们分享 激励customer的心得 因为你要鼓励customer 在两个星期 或者八个星期 或者十个星期内 没有吃东西 没有吃食物 只喝Cambridge 这群人需要1-1的support 需要1-1的motivation 所以他会跟你们分享 怎样 motivate 这群人 坚持做完他的Step 1的这个program 我们这一个1-1Diode byCambridge Wayplan的Zoom Training Link 就是如果你用手机上线学习的话 请直接点击这个link就可以了 就是点击它就可以直接进到我们的Zoom Training里面去 那如果你是用电脑的话 或者用Laptop去上网学习的话 先在你的网页上的Zoom Us Zoom Dock Us 那边点击一下 左上角选Join a Meeting 那么输入Meeting的ID 就是837-0650-4345 那么输入了之后 选Open Zone Meeting 那再输入你的名字 比如说你的名字是Jordan 那么你的Direct Trainer 是Wintern一定要bracket 你们要记得要bracket 你们Direct Trainer 不然开心不认得你们 那么和Password 8322203 那就可以进到我们的 每个星期三的Zoom Training 那么来一起学习 所有的学员们 如果是你们用产品用到有心得 你可以将你的Case Study Video 或者是用这个PPT Video法 Post out我们campus的Facebook 那么before我们课程的三天 你Post outFacebook 那么呢 你可能有机会 引起一盒的C-Labs C-Labs 来帮助你减内脏脂肪跟硬脂肪 那么你的Case 也尽量WhatsApp 通知JN跟VWintern 让我们有机会 不miss你的Case Study 请不吝点赞 我们订阅一下 节目 继续 请不吝点赞 不吝点赞 如果你去千里 让我们订阅一下 此传言 你 是不是 现在 说 比译